0918强震过后三个月 到现在还是有不少地震受灾户 面临重建家园的困境 也使得花莲县政府 在南区玉里镇举行的县长清明 时间存情案中 有超过七成以上都是地震受灾户 存情 上午十点县长清明时间一开始 自上桌前县政府建设处 忙着跟前来存情的地震受灾户 说明灾后重建 以及相关辅助措施 此外一旁等候 同样也是地震受灾户的乡亲 拿着重建家园的照片资料来 登记成情 甚至排到二十多号的民众不耐等 干脆先离席 9月8日的时候 我们的民众不耐又不在 结果我们的地址等了 原本是不在乎 那已经是不及 在民众不在书 今天上午 华丽县政府县长清明时间 来到玉里镇来办理 不少第三次受灾户在灾后 至今已经三个多月 仍面临拆除震毁的房式建筑 土地建建 以及集合式住宅鉴定错误的问题 成为了县长清明时间的成情焦点 这些构造或者是这些墙倒 不要去修 那我们就适合用这些修缩补助 那对大家比较有利的 应该是这一个 红黄单的修缩 因为它有50万的 那这个 这个因为它是 比较多的额度的修缩 然后也会修得比较好 所以我们其实在设定这个补助 的时候 我们希望说能够找建筑师 来帮大家看 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来修 也不想说这个墙我们倒了 0918强震过后三个月 华联南区列为重灾区 面对灾后重建工程 耗大繁杂 至今仍有不少地震受灾户的 宜南杂症亟待解决 也使得华联县政府 这一场县长清明时间的 陈勤案中 就有超过七成以上 皆为地震受灾户的陈勤 主持会议的副县长 严新章指出 多年来清明时间所受理 解决的陈勤案数是逐年减少 而这一次地震灾后重建 陈勤案数多 县政府也将会全力协助解决 记者是玉兰 玉璃震采访报道